吉强如意,地之五害身有 月注是害,右前方为硬 右前方为硬,右前方高,左前方低 油条小和,从右边往左边流过 梦想成真,月干润水 月干润水,在你家的左后方有水库 左后方有水库 中国人寿同心,月知是紫水 在你家的石干是鬼水 在你家的左前方离你家比较近,有水 你家住的地方的右后方也有水 瑞卿月注鬼位,月注鬼位加左前方有水 因为你这个鬼水被卫土磕了 是不是下雨天有水,平常就没水了 月注认成七煞是在农村 年之有紫水 年之有紫水,家的左前方离你家比较远 确实有条河 因为年月为左,地之为前 年为远,月为近 所以说,左前方确实有条河 复利 儿子认水 儿子认水,后面就有湖 李素娟,日注庚子 庚子代表就是在你家的正前方 因为地之是代表前 天干是代表后 日之是代表正前方 日干是代表正后方 在你的正前方 这块儿 荣有水 荣有水 正解 年月天干任鬼水 家的远处 左后方有小河水 留下大河 这个非常经典 年月天干任鬼水 年代表 年代表 左后方离你家稍微远一些 月干代表 左后方离你家稍微近一些 稍微近一些 正解 就是说年月天干任鬼水 家的远处 左后方有小河水 留下大河 结月注任身 左边是水库 左边是水库 对 年月为左 任身 这个水库是常年有水的 稳稳到处都是房子和路 因为这个代表路的 有更新金和这个任鬼水 因为城里的任鬼水 也代表路 石干是任水 建路也代表水 好像又小水库 记忆模糊了 杨景亮 反馈对 天干有任水 房子前面有大树 旁边有河 天干有任水 一般是他的出生地 老家的后面建水了 有这个大河 因为任水是大江大河之水 彭玉彤 日主 时 日住 时之 地之有水 老家的房 老家的房和广东的房 前面是河 日之 就是坐下建水了 和这个时之 是水的 家里的正前方 和这个右前方 建水 建水 后面凌家有井 那井也是水啊 井也是水啊 水井 水塔 水沟 都属水 艾丽娜生活有余 准 我老公家后面就有水 门前的路 也算是水 彭玉彤 准 志祺 任辰 日住 任辰 说明 日干 是代表后方 是我家后面有个水井 但没河 因为你这个任辰 你这个任是大江 大河之水 但是任水 坐下是 尘是水库 所以说这个水被磕了 所以说你家的后面是水井 凡是日住是任辰的 基本上你家的后面 你铁口之段 他家住的后面有水井 水塔 水塘 或者水池 如果是 或者水库 或者水库 如果是任身 任子 如果是任身 任子 你家住的房后 那这块都容易有江河 江河 湖泊 梦想成真 月干任水 左后方有水库 石之害水 右前方有河 城市 眼红七朝三 城市小区房 是以自家门来定前后左右 是 艾丽娜生活有余 我爸婆家 娘家都验证对了 月住鬼友 月住鬼友 代表你家的 你家的左后方 你家的左后方 这块有水 你家的左后方有水 月住鬼友 你自己验证一下 毛毛 月日时 都是任水水 家后面是大水库 前面还有水塘 被水包围了 是不是要火来化 哎呦 我的姐呀 这么大的水 你用火 那水是灭火的呀 你用火 你用多少火 才能把这些水给烤干呢 江财道 月住是鬼水 房后是大公路 院子东也是大路 因为水在城里 它也代表落 在城里也代表落 好像是的 儿子日住鬼害 儿子日如鬼害 日如鬼害 这说明它 任须鬼害是大海水 这说明 你们住的地方 离水比较近 因为城里的风水 和农村的风水 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呢 大家这块呢 要区别开 要区别开 屋子是代表 就说家的正前方 这块融有水 言语 女儿的日住 天干未溪水 刚出生的时候 她的后面是有山 后面两三年 搬到后面有河的 对呀 她这块呢 就是说 她命里有时终须有 她出生的时候有山 你放心 她终究 她会到一个 和她的命局 磁场 能量匹配的地方 去居住 年柱辛亥 那不是辛亥 我不跟你讲过了吗 要是辛亥的话 那不是西边 西北方和北方 一定是百分之百 见水了吗 百分之百 见水了吗 未来可切 月之庚子 家的左前方 有条河流 因为金生水 所以说这个水 有源头 这个水是常年有水 常年有水 我女儿年纪任神 月之庚子 咱们家后面是深圳湾 连着大海 刚好是水 库子 对呀 云火 我未来可切 月之庚子 对 家的左前方 结反归是 年干庚子 月住新寺 石住鬼丑 我正前方 离得远 是有个湖 石住右后方 鬼没有水 只有房子 只有房子 那你那个鬼水 是被磕了 因为鬼水 本身就是小水 本身就是一点水 如果没有这个金来生的话 这个水就非常容易断 就非常容易断 年住 例如日之子水 准出生和现在 住都一样 有何 有意思 准 认子日 认子日是 认子日 这个 这个我等会给大家讲 这个在成立 这个成立 我们讲车水马龙 车水马龙 这个认子水 也代表你家的前后 都有这个认是大道 子是小道 就是你前后都有路 石住鬼位 就是你的日住鬼位 就是你的后面有水 有水 但是这个水 被这个磕了 被磕了 有水的地方 地是土地 李家家 老师挺准的 你能 你能读过来吗 往下进行吧 云国记 我女儿年住任晨 月住任子 咱们家 右后方是深圳湾 连着大海 这水真够大的 对呀 任晨是大水阔呀 又是任子 那这个水 真的是大得不得了了 但是你住水边 你的财源也好 云国记 因为山主人丁 水主财 你这块呢 容易生女儿 你容易生女儿 或者说先开花 后结果 反过一下 杨景亮 儿子月住庚子 出生地 村里前面有条河 日住鬼害 日住鬼害 那就是你家里住的地方 这个水比较大吗 水比较大吗 好 这块呢 这个没办法 这块呢 就是老师讲快了 因为这个是你们 八字断风水 云国记 是一个女儿 财运挺好的 你看我们这种风水 是不是老师一边 跟你们讲 老师一边 跟你们实战 这云国记呢 他家住的地方 又是深圳歪 又是连着大海 都住在水边 所以说老师就敢断他 第一 他的财运好 第二 他这块呢 他一定有女儿 或者先开花 后结果 先开花后结果 他就是想再要一个男孩 有点难 有点难 所以说大家 大家 一定要用 你们一定要用 农村和城里的风水 是有区别的 城里的 你建那个任 天干建那个任鬼水了 地支建那个害子水了 一个是他容易住在这个水边 他住的就是地方 住的地方 有这个水的景观 有这个水的景观 另外这个水 在城里也代表路 就是在农村 里容准准 时间太快了 让我们多学点 水多 大家这块一定要验证 天干有任鬼水 地支有这个害子水 一般你家住的地方 离水都比较近 一般离水都比较近 但是在城里 他这块又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 要么你家住的地方 离这个水比较近 你比如说在这个 就像这个云国记 他在这个深圳 在这个深圳湾 离这个大海比较近 你比如说 他比如说在东莞 就住在这个松山湖 离水比较近 这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他住的周围 住的周围 没有水 那么他家周围 这个道路四通八达 交通比较方便 就是前后 大路小路 纵横交错 纵横交错 你们验证一下 你们验证一下 刚才这个快乐无极限 他问 为什么水多难生而 梦想成真 反馈 对加减准 我们我们这块 一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点 都给大家突破 你们这个学了之后 你们都已经很牛逼了 各位 你们把他的拔子 一排出来 他家 他家住的地方 离水近 还是就说 花草树木多 哪个方会有水 前面有水 后面有水 是左前方 还是左后方 右前方 还是右后方 东方在城里 四方都有路 四方都有路的话 那么就说 他这个命局当中 就是说 一个是金旺 一个是金旺 天干更新金 地支深有金 然后呢 就说 天干更新金 地支深有金 或者说是 命局当中水旺 天干任鬼水 地支 这个害子水 这又是一个知识点 这又是一个知识点 大家再验证吧 惠谷通金 任水日 楼后公园 有水塘 对啊 你的后面是公园 或者花园 这一块 有个人工湖 有个人工河 那也是水 那也是水 土多的 土多土旺的 也代表 农村的 是代表土多山多 或者说地市比较高 地市比较高 或者说楼房多 楼房多 这又是一个知识点 城里的风水 和农村的风水 它的区别 你这个你搞不清楚 你老师这 老师这块 你讲得快 那么大家的问题 这么多问题 老师不给你们解答 不给你们解答 你们学的一着半解 那怎么会行 那怎么会行 关键是大家 边学边验证 我们因为是 大家学的 鱼皮加地支 亥子水 加的前面有水沟 对啊 地支有亥子水的 你加的前面有水沟 它正过是分这个 左前方右前方 你这个天干 有任为水 你加的房后有水 正过是左后方 右后方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城里的 没有那么多水 你加的就说 前面有路 后面有路 或者左前方有路 后前方有路 左后方有路 右后方有路 而且这个路 四通八达 路比较多 有门路 有门路 大家这个能不能听明白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这只是万里长征 你走完了第一步 第二步呢 是你要验证 你要去对照 你要去实践 你要去实践 我们尽量 我们尽量 我们把这个问题 放在这个课堂上 把大家给搞明白 因为啥 因为老师难得抽出 这一天的时间 陪着大家 给大家玩风水 给大家讲这个风水 老师讲得快了 因为这个课下 老师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没有那么多时间 给大家讲的 你们在课堂上问题 你搞不明白 你课下问老师 老师这块 又得讲课 又得回复客户的电话 又得做这个PPT 所以说尽量 大家在课堂上 我们讲一个知识点 老师大家呢 把这个知识点 给搞明白了 给搞明白了 命局当中 有这个鬼位的 有这个鬼位的 在屏幕下方 回复一下鬼位 有这个鬼位的 在屏幕下方 回复一下鬼位 刚才呢 我看到不少家人呢 因为刚才我看到 这个不少家人 这块在屏幕下方 他这块打出 那个拔字 说这个 有这个鬼位 命局当中 有了鬼位 但他家这个房前 屋后没有水 没有水 曾金陶 地之 陈子深 旭 家前面 有一条河 准 梦想成真 对 我女儿出生在城市 我女儿实干任水 月之子水 日之害水 前后都没有水 但都有路 鬼位 鬼位 金代表路 乘以水也代表路 对 月路丁毛 左后方是坟地 左后方是坟地 新权 你家那个 左后方月柱丁毛 你家那左后方 那个坟地里面 埋的应该是个女的 应该是个女的 他家里人丁不忘 可以反馈一下 对 这个鬼位呢 鬼水 虽然它也是水 第一 它是雨露之水 这个水本来就很小 它又坐在这个木库上 尾是鬼水的木库 这就需要你们掌握这个 十二掌声的 在这我们就不讲了 十二掌声了 新权 多家的坟地 月柱是离你家比较近的 月柱是离你家比较近的 年柱是离你家比较远的 离你家比较近的这个坟地 如果你知道的话 这个坟地呢 应该是埋的是女的 家里的人丁不忘 家里的人丁不忘 家里的后代 家里的女的可以 但是后代 后代这块 男的不行 家里男的不行 男的不行 鬼位 他位 是四五位 是热土 鬼水坐在木库上 被这个土 灶土一克 这个水就不忘了 水就不忘了 所以说 有这个鬼位的 你家的后方 可能有这个 有这个地势 比较低洼的地方 有这个地势 比较低洼的地方 李家家 因为他这个 他不能给老师反馈 老师教给大家的 一定是 老师教给大家的 一定是能经得起验证 能经得起实践的 老师验证过的 老师才会告诉大家 这样你们面对客户的时候 你们才会信心百倍 你们才会底气十足 所以说他没有给老师反馈 老师没有得到验证的东西 老师是不会给你们讲的 跟你们讲 要如果跟你们讲的话 老师在忽悠你们 拿没有验证过的东西 跟你们讲 那老师不会 老师不会 就是信泉这位家人 他要知道的话 那么就说 离他家很近的 就说离他家很近的 这有一个坟地 里面埋的是雨的 而且他家里也说 人丁不忘 人丁不忘 这个因为他不能验证 不能验证 好 我们这一块呢 我们这个 我们再讲下一个知识点 我们再讲下一个知识点 鬼四十字柱 后方无水 有路 西北方有游泳池 西北方有游泳池 福利 这能推散出来 太可怕了 哎呀 这没什么可怕的 这没什么可怕的 好 在这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在这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绝招 小窍门 让大家放松一下 让大家放松一下 鬼位 鬼位 鬼是代表天干 天干 鬼是水 但是 但是 因为这个鬼水被克了 所以说 你家的这个后面 有地势 第一的地方 这第一 第二 你家的后面 你比如说城里的 有这个人工建的 人工壶 或者人工挖的这个池子 但是它老是 时而有水 时而没水 逢到这节假日了 逢到逢年过节了 这个物业啊 这些管理啊 把这个池子里的水 它给放满 把这个喷泉 把这个音乐喷泉 把什么给打开 但是平常呢 因为这个水 它这块 它不是自然界的这个水 它是人工流动的 它需要用电驱动的 电驱动的 所以说它就要费电 它平常呢 就把这水给关住了 因为你后面这个 虽然也有水 但这个水池是干的 水池是干的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可以验证一下 就是说 你的命区当中 有这个鬼位的 第一 你家的后面 有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 高一寸为山 低一寸为水 就是这个水塘啊 水池啊 天官赐福 太准了 怎么准了 你得跟老师 反规一下 就是这个农村的风水 和城里的风水 它是有区别的 农村的风水 也就是这个防后 地势地洼 下雨天能存入水 但是下雨天有水 不下雨就没水了 就因为这个鬼水 它被克了 然后呢 就说城里的 就是有个人工活啊 或者人工挖的 这个垒的小池子啊 逢到节假日 它把它水给放 在这边有水 天官赐福 鬼位就是右后方 右后方 有人工水池 大家又没有学到一招 又没有学到一招 大家把这招 给牢牢的记住 凡是命局当中 有这个鬼位的 因为这个鬼水是虚的 这个鬼水是虚的 但是虚的 我们照样看 我们照样看 日出鬼丑 日出鬼丑 那你这个后面就有水了 水井 水塔 水坑 这个就有水了 鬼位 鬼丑 那是不一样的 你这块验证一下 妙音 妙音 妙音是朋友家 对 他朋友家 他朋友家是怎么回事 他是鬼楚的话 那么他家的房后 他家的房后 他家的房后 容易有这个水井 水塔 水池 而且这个水是 常年有水的 常年有水的 或者说是 山上流下来的泉水 山上流下来的泉水 妙音 老师 神准 怎么神准了 怎么神准了 好 我们这块呢 继续讲 我们还是讲案例 还是讲这个案例 老师讲一个知识点 老师就会停顿一下 把这个知识点 给大家讲透 讲破 讲透 讲破 反正是这一天的时间 都交给你们了 都交给你们了 你们来了 你们就是通过这个拔字 看这个风水 一定要让你们有收获 郑姐 女儿月祝鬼丑 后面有水井 这不是大家 这不是验证了吗 鬼位 鬼位后面有水池 鬼丑 后面有水井 大家记住 大家记一下 鬼丑 丑 丑是不是梗挂 丑是不是在梗宫 梗是不是代表山 丑里面是不是有金 金生水 是不是山泉水 鬼丑是不是山泉水 丑是不是在梗宫 梗是不是代表山 丑里面是不是有金 金生水 这个水是不是源源不断 是不是山泉水 明白了吗 鬼丑代表后面有水井 鬼位代表 鬼位代表后面有水池 时而有水 时而没水 鬼害就不用说了 鬼害天干地之都是水 他这个水是 陈高红 月注 极丑 家里有水井 月注极丑的话 你家里这个水井 应该是在你家的左前方 高迅准 大家把这个 深 震 高震 高震 大家把这个规律给记一下 在你的本子上记一下 在你的本子上记下 老师 老师想讲得快 但是讲得再快 你们没理解 鬼四后面有水 黏住 鬼四后面有水 这个水呢 是在你家的 应该在你家的这个 东南方 在你家的东南方 就在你家的就说 这个左 左 左后方 离你家比较远 离你家比较远 131419 对的 有水池 有水池 好 大家把这个 好好的理解消化一下 理解消化一下 讲得快了 你感觉着你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你都不会用 那不还是百搭吗 鬼丑无后 有水井 对 怎么看距离 年代表远 月代表近 月 我们都是以日注为中心 紧紧的团结在 以日注为中心的周围 月注和石柱 一左一右 都是离你比较近的 月注鬼四 有水塘 这个水塘 在你家的左后方 在你家的左后方 离你家比较近 具体方位 你家的房子 某某准 一经 李家家准 你家的月注鬼四 水塘 某某你家的房子 是不是坐比向南的 这个水塘 是不是在你家的东南方 给老师反馈一下 给老师反馈一下 你家的房子 是不是坐比向南的 这个水塘 超大的一个糖 超大的一个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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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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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告大家一个小绝招 告诉大家一个小绝招 认丑 哪有认丑啊 这是你的60花甲子 你这块冒出个61花甲子 认丑 认丑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妙音粘住任子 后面是大海一个女儿 好 告诉大家这个小绝招 小妙招 小绝招小妙招 刚才 家人老是在问 你看包括这妙音也是 妙音还有我们的云国记 他家住在深圳湾 离大海很近 我说他那个财运不错 我说他财运不错 而且他一定有女儿 或者说先生女儿 后生儿子 妙音粘住任子 后面是大海 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我把这个妙招告大家 我把这个妙招告大家 因为这个风水的课程 是老师第一次讲 你们是德宝老师 线上直播风水 黄浦军校的第一期学员 第一期学员 你们万丈高楼平地起 我们这个八字断风水 你们一定要把基础给打好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打好 所以说这个以后 你们想再往上面升级 这是风水的这个 这是风水的这个初级班啊 这风水的初级班啊 老师 老师已经一讲得快 你们这学了是不是 学得稀里糊涂的 那会行 老师这块对你们 寄予很高的期望 黄浦军校的一期风水学员啊 一期学员啊 所以说你们要用心各位 要用心 好 把这个妙招告大家 因为这个啥 因为这个直播结束了之后 你们可以免费的看回放 老师也可以把这个笔记 发给你们啊 但是啊 对 你们都是开山派的 第一期学员啊 第一期学员 山主人丁 水主财 山主人丁 水主财 啊 大家记住这句话 山主人丁 水主财 啊 住在水边的 你为啥这个 为啥 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是哪个省 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是哪个省 有谁知道 河南 啊 四川 广东 广东能排得上吗 啊 广东能排得上吗 山东 啊 中国的人口大省都在这个北方 中国的人口大省都在北方 啊 因为北方山多 中国的 明山大川 包括那个五岳 你看是不是都在这个都在北方 山主人丁 水主财 南方水多啊 南方财旺 北方的人多 所以说打仗的时候 哎 打仗的时候 哎 南方打不过人 打不过北方 永远都是南乱北志 啊 都是南乱北志 哎 也就是说什么呢 都是这个 哎 都是皇帝都坐在北方 拿着南方托过几个皇帝 哎 另外呢 就说 皇帝有没有定都在南方的 定都在南京 基本上都是短命王朝 啊 所以说 中国历代几千年 皇 皇朝 基本上都是定都北京 哎 因为 只有人多 才能 示众 啊 只有人多 才能 示众 啊 所以说 北方山多 山多 人多 因为山主人丁 南方有几座高山 南方 南方几座高山 是不是 啊 所以说皇帝很聪明啊 你放心 那么皇帝是 皇帝是真龙天子啊 皇帝是人群当中智商最高的人 他才能是九五之尊 他才能高高在上 他才能当皇帝 啊 他不 你放心 他不会把他的 不会把他的京城搞到这个南方的 啊 搞到南方的 啊 所以说住在这个水边的啊 住在这个水边的容易生女儿啊 容易生女儿啊 所以说南方人呢 有钱拼命的干啥 南方有钱拼命的要生儿子 北方人不愁生儿子 因为男这就是区别 啊 这就是区别 对 山住人丁生男多 女主才生女多 我认为水 两个女儿没儿子 郑姐明白了吧 哎 旺财不旺丁 哎 旺丁不旺财 啊 刚才我们的这个 你看我们的助理老师 这个这个 哎 这种言 你看这块都说出来了 旺财不旺丁 你住在水边 南方人有钱 啊 南方人有钱 拼命的想生男孩 北方人虽然没钱 但是北方人差钱不差人 对 啊 南方人差钱 不差钱差人 特别是差这个带伴的人 啊 人国记 我生女儿好啊 旺财 生儿子命苦 啊 命苦 富贵人家生女多 真的是 很多人好像 对 富贵人家 生女多 啊 富贵 爱皮 南方姑娘 嫁我们西北来吧 哎 这就是这个阴阳要平衡啊 啊 阴阳要平衡啊 穷乡僻壤 生男多 对 啊 穷乡僻壤 生男多 看这下说 那个赌王花 多少个亿 去给他 西方改成的事 等一下 你就出来了 是 好 这是第一个 啊 第一个 这是又一个小小绝招 小绝窍啊 小绝窍 把大家的思路给打开 思维给打开 好 刚才呢 就说 有家人呢 就说 这因为有家人问到这个问题 我得给 哎 我得抱着一种很负责 很负责的态度 我得让给大家解一打祸 啊 让你这个心力敞亮 啊 心力敞亮 刘荣依 鬼卯 南边有澡堂 啊 南边有澡堂 啊 你家呢 应该是 这个 南边应该是偏东 啊 应该是偏东 啊 偏东 啊 刘荣依 你家的 你家的 卫生间 是不是在东边 反馈 反馈一下 南边有澡堂 啊 刘荣依 反馈 对 啊 这就是 这我们这个 八字一转 八字一路直断风水 这里面呢 就说 大家不要着急 老师会一一的这块 都给你们 发了个蜜 给你们解开 啊 啊 艾丽娜 生活有余 你家的 是不是东边 卫生间也在东边 啊 卫生间也在东边 那肯定嘛 山主人丁 水主财嘛 北方再发展 啊 北方再发展 这个经济 它也比不过南方 也比不过这个东南沿海 啊 比不过东南沿海 好 大家记住 再记住一个绝招 啊 再记住一个绝招 日住鬼卯啊 或者命局当中 有这个鬼卯的 第一 家里 卫生间在东边 啊 大家记住 啊 大家记住 有时候大家是 有时候老师是急性发挥啊 有时候老师是急性发挥 啊 老师高兴了 你们这块呢 就反馈了 积极了 老师就把这个 脑子里的这东西啪 啊 一下子就打开了 一样子就给你们了 你们记住了 啊 你们记住了 就是你们的 啊 这就要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不要不当成一回事 这真的是绝招 哎 这就是我们的神奇的六十花牙子 一注 直断风水 啊 直断风水 因为这个农村和城里的风水 是不一样的嘛 不管它是 啊 不管 啊 鬼卯 房子 鬼卯在这个农村 那就是东边有池塘 东边有水 啊 东边有水 如果是在城里 啊 如果在城里楼房 那么东边有卫生间 啊 东边有卫生间 你的云国记 难怪我今年财运不太好 我今年搬到山里住了 哎呀 云国记啊 你这块是不是想 你这块是不是想造人的呀 啊 你感觉到 你刚才还说生儿子命婆 你 你放心 你在山区待一段时间 到时候一定 你在下山的时候 一定 哎 给大家 呃 带回来 带回来一个带伴的 啊 山翼 朋友鬼卯年人 卫生间确实在东边 准 啊 41319 鬼卯卫生间在东边 啊 天官赐福 鬼卯卫生间在东边 神准 好 这是 第二 啊 第二 啊 第二 鬼卯这住 东边 农村是东边有池塘 水塘 鱼塘 啊 水井水塔 啊 城里是东边有卫生间 因为不可能 你们一住的楼房 你的 你家的楼房 你东边有个水井 有个水塔 那那么十几层高楼 那水塔呢 也没有那么高啊 啊 现在城里的都是五塔供水器 供水器 调到低点 这前面有点正 啊 啊 这你住在半山上 难怪财运不佳 那山不仁丁水主台 啊 山上适合生儿子 到水边呢 适合发财 啊 为啥东西南北中 发财到广东啊 全国人民都往广东跑 因为广东东南沿海 离水尽啊 啊 离水尽啊 云国记湘云 还真有点想试管生两个儿子的想法 真的斜了门了 以前从来没想过生儿子 哎 这就是你这就是这个性格决定命运环境改变人生啊 你的有你又从那个山下到山上 你用水边搬到这个山区啊 那自然而然的环境改变了 你的想法也改变了啊 所以说呢 你这块呢 就有这个造人的计划了啊 就有这个造人的计划了 对 第二个绝招 第二个绝招 第三个绝招 东边有卫生间的 家里的女的啊 基本上要么月经不调 要么妇科有问题 要么月经不调 要么妇科有问题 艾丽娜生活有余 准的啊 准的 这绝招绝定绝啊 啊 这绝对绝啊 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买 买不到的 鬼卯这座 鬼卯这座 我们的神奇的六十花家子 一注直断风水 他命局当中只要出现这个鬼卯 第一 家里的啊 农村的东边有池塘有鱼塘 城里的东边卫生间 第二 家里的女主人啊 家里的女主人月经不调 或者啊 或者 妇科有问题 第三啊 第三 家里的首先是女主人啊 如果家里有中女的话 有排行老二的女人啊 东边卫生间女人妇科并月经不调 会准 东边卫生间 复课不好 啊 复课不好 啊 你们的反正你们就是你们先先记住啊 这个老师教你们的东西是绝对是非常震撼的啊 绝对我跟你说 拿出去 真的是啊 一刀就是你不要听着头皮发麻 啊 这个高志新 家里正东是卫生间 女人是月经不调 复科病 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风水 它就是这么厉害啊 风水就这么厉害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他不因为你的不信 他就不存在 他也不因为你的信 他就有 啊 千冠四福 中女咋了 啊 你这块如果是家里有这个姐妹两个 啊 家里如果有姐妹两个 那么排行老二的 就是排行老二的女的容易是复科有问题 啊 复科有问题 老大的就没事 啊 东风 东南边月经不调 啊 老大的就没事 啊 你们验证一下 啊 如果家里有子妹两个 啊 子妹两个 有姐 有妹 那一般是妹 她就月经不调 或者复科这块容易有问题 那姐就没事 啊 那姐就没事 啊 大家要验证 啊 大家要验证 这是绝活 哎 这是你们是学的 这是这个风水的 这个黄埔军校的一期 啊 黄埔军校的一期 啊 福利反馈准 好 我们再来 这个绝招 我给你们分享完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 昆灶啊 年柱甲隐 月柱鬼友 日柱柄银 石柱鬼寺 甲隐木 再年柱为印星 你看那是 他这个 日干是柄火 甲户木生火 那么甲 是柄火的印 再年柱为印星 啊 这上面打错了 啊 这上面这个石神打错了 啊 所以 啊 他家的 东边远处 有高山 高山上有树木 啊 高山上有树木 从八字方位上看 在 左 前 方 啊 在左 前方 说明 两面都有山 有树 这是远处 年月为左 年 年干 为 远处的 左后方 年枝 为远处的 左右后方 在山的近处 有水 啊 这 鬼友 啊 你们看到鬼友 我们讲了鬼丑 鬼味 鬼丑 鬼味 鬼色 鬼友 啊 都是与水相关的 只要看到任鬼水 啊 就是房后 有水 啊 就是在山的近处 有水 后面形成 河流 因为这个水 有金来生 啊 有金来生 也就是河流的外面 是高山 啊 河流的外面 是高山 因为这甲隐 是大树 大树 大树 容易长在 山上 因为这个隐 是在梗宫 啊 隐是在梗宫 所以说我一开始 我会给大家讲这个 和图乐书 哎 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啊 这块都心机活了的 哎 不让讲那个九宫八卦 啊 那你们这块有这个基础 那老师这块就跳过去了 啊 你们跳过去了 所以你们听不 这如果讲到这段 你们听不懂 你们不要怪老师 啊 你们不要怪老师 不是老师不愿讲 是你们不让老师讲 啊 不让老师讲 这隐 隐 隐瞅都是在梗宫 梗为山 啊 梗为山 所以说山上有甲木 啊 这个年代表远处 啊 在山的近处 有水 后面形成河流 也就是河流的外面 是高山 有高大树木 这隐不是在梗宫吗 这不是山上有树吗 哎 这山的旁边不是一件水了 这不是河流吗 哎 这就是看图说话 啊 日做印星 所以前年高 也有树 因为日干 是代表正后方 日之是代表正前方 日做印星 顶银 啊 前年高 啊 也有树 啊 也有树 鬼色 任成鬼色 常有水 我讲了 四火为人烟 啊 四火为火 啊 啊 有树家 四火呢 也为小道 为什么呢 这四是蛇 蛇是弯弯区区的 啊 所以说 也有路 啊 月之为有金 啊 月之为有金 有为西 为水源 金 也可以看作是桥 小路 我不是刚才讲了吗 认鬼水 更新金 在城里都代表路 哎 因为车水 马龙 啊 金也看了是桥 小路 所以房子附近有小路 房子附近有小桥 小路 等 如果啊 这小桥小路 你看不出来 这个没关系 你就知道这个印 啊 这个印代表高 它丙银 它坐下的印 是指代表正前方 所以说它前面有树 啊 前面有树 前面高 粘住甲银 说明它家 它的左后方 啊 左后方地色比较高 啊 上面栽的有树 看到这个水 说明它家的 啊 后面有水 后面形成河流 为什么呢 这个水 有根 啊 这有金生水 啊 有金生水 啊 平火呢 日干平火呢 就代表你自己吧 啊 就代表你 这个因为我们是看风水的嘛 我们是通过这个拔字直断风水 啊 那么就把这个日柱呢 就当成是你家 啊 日柱当成是你家 日干是代表你家的 日干是代表你家的正后方 日之是代表你家的正前方 东风 你这个听不懂吗 因为我们是一马归一马 八字可以断疾病 可以断健康 可以断事业 可以断财运 啊 现在我们是神奇的六十花甲子 八字一柱直断风水 这时候呢 你脑子这块要转过来弯来 现在要看你的你家居住的地方 周围的风水环境了 啊 风水环境了 日干是代表你 这日柱这柱就代表你家 啊 因为这是你和你老婆住的地方 啊 你老婆住的地方 如果前 如果前面的你没听的话 你可以回头看一下那个回放 啊 看一下回放 因为老师不能讲的太快了 为啥 就是说大家反馈的 老师要给大家念一遍 因为这个直播结束了之后 你们看那个回放的时候 大家在屏幕下方的留言 你们是见不到的 啊 你们是见不到的 所以呢 就是说大家 老师这块要把大家的反馈啊 给大家念一遍是加深大家的印象啊 加深大家的印象 日住这住就代表你自己住的家啊 你住的家 你这个日干是代表你家的正后方 日之是代表你家住的地方的正前方 这个明白吗 东方 中午没有回放要等下 我客战全部结束之后 才会上场 冰冰火啊 这个火啊 这个火是代表就是说 电线杆 变压器 啊 这个冒烟葱啊 冒烟葱 还有就是说 刚才有家人说了 就是说这个 这个寺院 道观 小庙 啊 这个祠堂 这个冰冰火 明白了吗 冰冰火 是代表啊 电线杆 变压器 啊 寺院 道观 祠堂 小庙 在过去农村 啊 这块 这个火 比如说有这个 打铁铺 窃降铺 打铁的 但是现在成 现在呢 不管是农村成立的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个 铁窖铺了 啊 都没有这个铁窖铺了 好 就这个 这个小妙招 你们再记一下 冰冰火 还有这个旭 胃 天干冰冰火 地支这个胃和旭 啊 胃羊 旭狗 都代表 啊 都代表 就是冰冰火 就是代表 电线杆变压器 啊 这个 这个就说 这个 就是这些之类 啊 卫序 是代表寺院 道观 祠堂 烧香的地方 小庙 啊 小庙 或者说一些 娱乐场所 啊 娱乐场所 大家记一下 啊 大家记一下 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案例 大家能不能理解 能理解的话 在屏幕下方回复一下理解两个字 日主任务正前方 确实是有打铁铺 哎 五是火嘛 火是就是打个代表这个铁匠铺嘛 打铁的嘛 但是现在农村成立 成立不用说了 农村以前有 但是现在 呃 现在不多了 铁匠啊 铁匠 打铁的 啊 打铁的 大铁医三腰 准 啊 准 那么今天上午我就说 今天上午这几个小时 啊 呃 IP日主秉身 十度顶有 左前方 有小庙 啊 因为丁火 它是忽高忽低 忽大忽小 忽强忽弱 它是小火 啊 小火 呃 而且丁火是阴火 所以说 家住的附近 容易有这个小庙 或者寺院道观 呃 就是烧香拜佛的地方 啊 烧香拜佛的地方 呈五 远处 跳散塔 对呀 十度 丙子 十度 丙子 右前方 水 右后方 信号塔 啊 就是冰丁火嘛 啊 冰丁火是代表这个香火 丁卫队也代表香火 代表香火 呃 就代表移动 连通 这个 呃 还有这个电信 的信号 啥啥塔 呃 也都属于火 啊 他们的基站 呃 教堂 也算吗 教堂 它西方的教堂 他们 中国的 中国的寺院道观是烧香的 呃 他们的里面是 呃 他们里面是点蜡烛的 那蜡烛不是也是丁火吗 呃 那不是也叫香火吗 呃 也叫香火吗 嗯 你说我怎么每次租房的地方 要不就离那个中 那个 山江也挺特别近 要不是租的房子 人家在门口 跟我都拍 啊 对 对 对 你反正是有这个丁有饼蓄 像这些的 啊 就是家里这块呢 基本上都有烧香火 烧香拜托的 因为家里有香火 啊 家里有香火 日住心愁 啊 心愁 呃 防后有路 啊 心是代表 也是代表路吗 啊 心的比加低 啊 比加低 对啊 啊 对啊 好 这个 已经到这个中午 到吃饭那点了 啊 这三个小时 这个过得很快 大家感觉到今天上午这块 这个有收获 或者收获比较大的 在屏幕下方 回复一下 啊 回复一下有收获 或者说收获 收获很大 下午两点准时开始 啊 毛毛准备做饭去 回放大家别着急啊 回放大家别着急啊 启发极大 自己举一反三 有消化 啊 手很大 消化不良了 哎呀 你消化不良了 直接是放飞了思路 啊 从来没听说过 啊 从来没听说过 第一次 啊 第一次 好 这个 周景华收获超大 啊 这个上午呢 咱就讲到这儿 福利侵害 上午呢 咱就讲到这儿 这个下午呢 两点钟 咱准时开始 咱继续 啊 咱继续 这一定大家呢 举一反三 把这个思路给打开 啊 你们这块 我就我讲了 你们是老师的第一期 所以说老师会非常认真 啊 会非常认真 非常细心的教你们 啊 教你们 也希望你们 学了之后 多多去用 啊 多多去用 课堂上的问题 我们尽量在课堂上 面对面 一对一的 我们解决 啊 解决了之后 你们马上 你们就可以用 啊 你们马上 就可以用 啊 好 这个今天上午的这个课 我们暂时呢 就讲到这儿 啊 我们 对 学艺之用 啊 你不 你不然没用 张艺琴老师开课也不讲一下 有群呢 啊 有群 啊 回来我看一下 回来我看一下 这大家报这个风水课的 看了 我看一下 回来啊 这块是不是给大家单独建一个 啊 这个这个风水群的 啊 风水群的 啊 好 今天这个上午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中午呢 大家吃了饭之后 休息一下 祝大家午餐愉快 下午我们继续 好 好